老婆有先天性心脏病 却想给她初恋江景生个孩子 我想都没想拒绝这个请求 十个月后江景母亲去世 因为没抱上孙子 死时眼睛都没闭上 江景觉得对母亲有愧 在出租屋内自杀 老婆开车带我们一家自驾游 毫不犹豫撞上大货车 是你害死了阿景 如果你让我给他生个孩子 他就不会死 他全家死了 你们全家也不配活着 在正夜我回到老婆提出 给江景生孩子这天 这次我微微一笑 老婆你尽管去生我们全家 都支持你 阿诚我要给江景生个孩子 我一睁开眼就听见苏和的声音 他嘴里振振有词 江景妈妈是我的恩师 他如今病重 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年 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要抱孙子 江景实在是找不到人了 所以别说了老婆我答应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语气真诚 苏和一正一脸错愕 不确定地问裴诚 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意思 听懂了我表现得格外善解人意 我知道江景妈妈对你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他 你不会来这里上大学 也不会遇到我 他是我们的恩人 我的情真意切让苏和放下戒备心 你能这么想太好了 你放心我和江景商量好了 选择试管 我们两个不会做背叛你的事 不过在此之前 我需要和你离婚 然后跟江景结婚 孩子需要上户口 他是江家的人 必须上江家的户口 苏和说话的时候 一直观察我的脸色 出乎意料他说要跟我离婚 我也没半点反对 贴心地说道可以 我会让人准备离婚协议 不过还有离婚冷静期 鉴于江景妈妈的病这么严重 你和江景今天就可以为这件事做准备 他狐疑地看着我 阿诚难道你一点都不介意这件事吗 介意当然介意 我相信只要是个男人 就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老婆给别的男人生孩子这件事 更何况苏和还有先天性心脏病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结婚第一天 我就去做了结杂手术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上辈子苏和一跟我提起这件事 我就炸了 我坚决反对他做这种蠢事 我还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母 在所有人的劝告下 苏和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在十个月后江景妈妈去世了 临死前还念到没有报上 孙子到了地下也没脸见人 死的时候甚至没闭上眼睛 江景妈妈是江景最后一个亲人 在他去世后没几天 江景在自己出租屋自杀了 临死前他给苏和发一封长长的家书 主要内容就是说当初不止是 苏和一个人能给他生孩子 可是除了苏和的孩子 他谁的也不想要 如果苏和能给他生个孩子 那他妈妈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过 他在世上还会有个家人 苏和看完这封家书 知道江景去世的消息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把江景自杀的事怪罪到我头上 我逼死了江景妈妈和江景 苏和说要带我和爸妈去自驾游散心 结果在高速上他家大油门 侧着像一辆大货车转过去 在撞上之前他发出兴奋的尖叫 陪诚如果当初你没拦着我和江景 就会有个孩子 有了这个孩子他就不会死 是你害死了他 他全家都死光了 所以你和你的家人也不配活着 我和爸妈都没反应过来 就卷进了大车底下 命丧当场想到这里 我心再次痛起来 脸上的笑却丝毫不解 我把苏和揉进怀里 我更建议你的身体能不能生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隔日一早江景就来接苏和去医院做检查 两个人在我面前毫不避讳 手牵手一起上了车 看着他们两个人的模样 我才意识到自己傻得可笑 苏和高中时经常去江景妈妈家补课 一来二去就和江景在一起了 两个人一直好到大学毕业 谈婚论嫁的时候 苏和妈妈听说江景是单亲家庭 在这个城市没房没车 硬生生将两个人拆散了 后来我对苏和一见钟情 追了他半年终于见了家长 因为我家底熊后 苏和妈妈催着我们两个结了婚 上辈子我一直以为 苏和早就跟江景断了联系 江景妈妈的病 是苏和在班级群里知道的 直到我在苏和手机上看到 几个G的聊天记录 才知道他们两个就没断过联系 江景每天对苏和嘘寒问暖 两个人聊天内容 早就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 等车离开之后 我给律师打了个电话 让他帮忙你离婚协议 电话挂断苏和祖的车 我和苏和结婚五年 他每年都会从家里拿钱给他弟弟 他弟弟一年能花几十万 上辈子我爱惨了苏和 被他洗脑觉得 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花点钱就花点钱 我也不是不能挣 导致苏药祖总是以各种名义 跟我要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今天找我是为了投资的事 他和他一个朋友 准备开个小厂子需要资金 那个资料我看过很不靠谱 前期投入小回力快 但是后期全是坑彩了 就会倾家荡产 上辈子我阻止了这件事 然而这辈子我看着资料告诉他 可投看起来挺靠谱的 苏药祖眼前一亮 那姐夫你给我拿五十万 盈利了咱俩三七分 我合上文件一脸遗憾药祖 我刚进了一批设备 钱都投进去了 不过这确实是个好机会 你不是还有套房吗 你先把房卖了 等下个月我有资金了 给你在卖套好的 我平日里对苏药祖不错 所以他根本就没质疑我的话 他所有的钱都是我给的房子 也是我买的 在我忽悠下 他当天下午就卖了房子 把钱都投了进去 我很满意这个结果 我给他的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既然要不回来 我也不可能让钱落在苏家 苏药祖离开后 侦探给我打电话 说苏药和江景 根本就没去医院 我问了一声 之后几天 江景每天都和苏药一起出门 我没半点不耐烦的意思 相反还经常问两个人 进行的顺利不顺利 半个月后 苏药拿着验孕棒 跟我说他怀孕了 我说那太好了 我看着那两道杠 心里有些微妙 我早就了解过了 如果要做试管 至少要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怀孕也没有那么好怀 如今才半个月 他就怀上了 两个人到底是什么 途径怀的孕不言而喻 苏药见我没起疑 他松了一口气 也终于想起了 自己有心脏病这件事 阿诚你知道我有心脏病 如今怀孕了 我想在家好好休养 而且江景妈妈 病得更严重了 她想看江景结婚的场景 我想答应她可以吗 我点头可以啊 你太好了 阿诚 苏药抱住我 只是半婚礼需要钱 江景现在情况 你也知道 不如这钱咱们出吧 我想象不到 苏药竟然这么无耻 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 也就算了 如今想让我出钱 给他们两个半婚礼 他怕不是拿我当傻子耍 我心中冷笑一声 表面却万分苦恼 这个要求倒也合理 只不过公司最近有些困难 钱不够用 股东们都盯着资金运转 现在你怀孕了 钱肯定先紧着你 老婆 你有心脏病 我实在是担心 所以提前就给你 找了个医疗小组 没有办法再动钱了 想到不能办婚礼 苏药很不高兴 那怎么办 江景真的没有 办婚礼的钱了 我体贴道 不如你让他先借点钱 等咱们俩假离婚时 我多给你分点财产 股东们也不会说什么 到时候你拿这钱给他补上 苏药想了想 竟然同意了 江景借了钱 两个人很快就办了婚礼 只不过苏药害怕 自己父母知道 就只请了江景的亲戚朋友 他这边人蛮得死死的 当天上午结的婚 下午婚庆公司 就把结婚录像发给了我 我倒真的花费了大价钱 请来一个医疗小组 每天精心照顾苏荷 吃喝都是最好的 昂贵的保胎药 也天天用 我对他肚子里的孩子 格外上心 就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苏荷也不是每天 乖乖待在家里 他一有时间 就去医院找江景 对于这件事 我都是睁只眼闭只眼 由于我精心投胃 苏荷肚子里的孩子 比一般孩子大 而且很健康 未出生的孩子 对于母亲来说 就相当于寄生虫 孩子越是健康 母亲就越是痛苦 更何况苏荷不是正常人 他有心脏病 不过五个月 他的心脏就有些负荷不了 有些指标已经不正常 只不过因为有医疗团队 在及时处理他那些不舒服 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自己现在的身体有多糟糕 江景母亲的病 也迎来转机 听说找到了合适的肾源 只需要等那个人去世 就能移植手术 需要一笔钱 苏荷来找我 我再次以同样的借口回绝 江景便去借了高利贷 想着等我一离婚 那么多的财产 完全能还上 等到医生告诉我 苏荷孩子已经四个月大 不管他生下来还是打胎 都有生命威胁的时候 我终于松了口气 网撒了这么久 是时候把账都算清楚了 我给苏荷打电话 苏荷咱们签协议离婚吧 不然你和江景孩子 没办法上户口 苏荷听了之后 马不停蹄和江景一起地赶过来 他跟我说了很多次离婚了 我一直拖着没办 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 还有律师在场 苏荷在签字之前 他还是看了眼协议 主要是看财产分配那里 看到上面写他近身出户 苏荷不干了 指着那两行字 问我什么意思 咱俩离婚财产 不应该一人一半吗 你怎么一分钱也不给我 我摊开手 咱俩不是假离婚吗 这协议就是走个过场 分不分财产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你还想拿着我的钱跑路 被我戳中了心思 苏荷脸红了 他偷偷看了江景一眼 坚持到还是算清楚一些的好 万一之后出什么变故呢 能有什么变故 无非是两个人 这段时间旧情复燃 想要分走我一半财产过日子 好算清楚 我从文件里抽出几张照片 你婚内出轨 所以让你近身出户 莫毛病吧 这一打照片 是苏荷和江景 去酒店开房的照片 苏荷脸一白 不是你答应我 给江景生孩子的吗 我冷声道 我是答应你给江景生孩子 可我答应的是试管一职 我可没答应你们自然受孕吧 你俩都睡到一起了 还想我分你一半财产 你要不要脸 听到我骂人 一直没说话的江景 连忙站出来 裴先生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呸了一声 对你们两个没素质的人 我只能说 这种没素质的话 苏荷不淡定了 反正你都答应 我们两个生孩子了 怎么怀上的重要吗 我心脏又不好 你忍心我说那些罪吗 再说你不给我钱 江景借的那些钱怎么办 这不是你答应好的吗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 你们背着我这么搞 我眯着眼睛想要钱 门都没有行 苏荷破罐子破摔 你不给我钱这字 我还不签了 我不跟你离了 行吧 不签我就去起诉你 我往后依靠 问身后的律师 重婚罪判几年来着 律师反正地被辞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58条规定 有配偶而重婚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 除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他话刚说完 我面前的电视 开始播放他们 两个结婚视频 苏荷脸都绿了裴承 我说你怎么 什么事都答应我 原来是在这里 等着我你无耻 比不上你俩 在我的威胁下 苏荷签了字 临走时 他恶狠狠地看着我 裴承你把事 做得这么绝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别想我回来了 江景也一份填膺道 裴承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好男人 所以才愿意 把和和让给你 没想到你城府这么深 我真后悔让你娶她 以后我照顾她 你别想再遇到 这种好女人了 我拍手好的 祝她早日 也给你戴上绿帽子 江景脸变得很难看 苏和和江景走后 我给家里管家 打了个电话 让她把苏和东西 值钱的留下 不值钱的 都给寄到江景 锁住的出租屋去 顺便让她把门锁也换了 不到半个小时 管家电话打过来 她说苏和果然回了家 想要收拾 她那些值钱的包包和首饰 在门口跟个泼妇一样 跟她撒泼 不过她已经 把人打发走了 我听到这话 非常高兴 直接给管家加了工资 打完电话后 苏药组来了 他一见到我就开始哭 说赔钱的小工厂出了事 让我拿钱 给他填瓶窟窿 我手一摊 表示没钱帮不上忙 听我这么说 苏药组变了脸 姐夫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一直跟我说 没钱没钱 你真当我傻啊 财经新闻上都报到了 你们公司最近势头大好 这钱你今天必须给我 不然我就告诉我姐去 我以前拿苏和当祖宗 一样供着 生怕他不高兴 所以苏药组 只要把苏和搬出来 我就会立马答应 这次我倾笑一声 你找天王老子也没用 我又不是你爹 凭什么把钱给你 苏药组气得跳脚 裴成 你胆子肥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拿你当姐夫 才跟你要钱的 我冷哼一声 把刚签好的离婚协议 甩到他身上 我现在不是你姐夫了 所以钱不可能给你 你去找你新姐夫要吧 看着上面的字 苏药组愣住了语气 软了下来 这这怎么可能呢 姐夫你们这不是开玩笑吧 我姐怎么会跟你离婚呢 我懒得跟他解释 白手道 白纸黑字 我们已经离了 钱不可能给你 赶紧滚苏药组 不敢相信的 来回看那份协议 也看到了财产分割那里 裴成 你一分钱也不给我姐 你什么意思 我姐这些年 白嫁给你了苏药组 找到了个发泄口 把我桌子拍得震天响 你必须把财产分 给我姐一半 不然我就把这件事 发到网上去 我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苏药组以为我怕了 脸上又挂上了得意的表情 或者你把我窟窿堵上 我说不定 还能让你们两个复合 我没理他 打电话给保安 你好 我这屋子里有个精神病 一直跟我要钱 麻烦你们帮忙清理出去 保安很快上来 苏药组看这种架势 更生气了 裴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谁是精神病 在我一声令下后 他像条狗一样被扔了出去 世界终于安静了 在收拾完苏药组后 我把之前在公司安排的苏家人 都辞退了 看到长长的人名单 我这发觉自己真是个大傻子 上辈子竟然让这么多苏家人 在我身上吸血 当天 我的手机要被苏家人打爆了 尤其是苏和 他打不通我的电话就发短信 骂我忘恩负义 做事太绝 我把那些号拉黑 没想到第二天 他们就带着苏和堵住了我家门 一看到我 苏和摆了一张臭脸 裴成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你不是要离婚吗 你不是要一刀两断吗 你跟我家里人说 算怎么回事 苏和他妈直接一巴掌 打在他后脑勺 对我笑道 小成 我和你爸知道你俩的事 就连夜赶过来了 那个叫江景的 我们已经帮你收拾过了 他们两个保证 不会再有联系了 过日子嘛 总会有些磕磕碰碰 你就原谅和和吧 苏和妈妈这么一说 他家另外的亲戚也跟着附和 对啊 夫妻嘛 床头吵架床尾和 小成你应该大度一些 他们七嘴八舌一说 我才知道 昨天收到消息 苏和的父母和亲戚 就往这个城市赶了 打听到我俩离婚 可能跟江景有关系 直接就杀到医院去了 不但把江景打了一顿 还把他那重病的母亲 骂的头都抬不起来 江景和他妈 现在在那家医院出了名了 说到这里 苏和妈妈越来越得意 跟我保证 小成 爸妈已经给你出过气了 苏和说了 他和那个江景是清白的 是你误会了 你不要生气了 今天复婚吧 我看着他们期待眼神 告诉他们 我不生气了 苏和亲戚们还没高兴几秒 我微微一笑 但我也不可能复婚苏和爸爸急了 小成 你是个男人 男人就应该包容 他们两个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还斤斤计较呢 我看着他 什么都没有 您确定 那苏和肚子里的孩子哪来的 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苏和怒了 裴成 你胡说八道什么 不是说好了这件事 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吗 他一着急 说出来的话自相矛盾 所有人面面相去 沉默几秒后 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是真的 我总监 我觉得你爸妈 还是有知情权的 叔叔阿姨 你们不知道吧 你们女儿跟我离婚 是为了给江景生孩子 我觉得你们别劝我复婚了 还是劝他赶紧把孩子打了吧 不然到后期 他身体可遭不住 苏和妈妈脸都白了 扭头看苏和 他说的真的假的 苏和一张脸通红 支支吾吾 却说不出一句否认的话来 苏和妈妈直接一巴掌甩过去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有心脏病 还要怀孕 你怎么不干脆去死呢 苏和疯了 难道我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利吗 那你也不能随便给孩子找个爹啊 小诚这样的你不要 你偏偏要找那种穷鬼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江景 他怀才不遇 只是没遇到机会 遇到机会 肯定比裴成有出息 都他妈三十了 还怀才不遇 苏和妈妈又是一巴掌打过去 苏和捧着自己的脸 巴达巴达掉眼泪 小诚 你放心 他肚子里的野种 我们一定给打了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 别跟他离婚了 苏和妈妈陪着笑 态度卑微 我披你他一眼 你凭什么认为 我还要一个怀过孕的女人 我陪诚想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眼见我铁了心 不准备答应 苏和妈妈央求无果后 忽然换了个表情 行 就算你要离婚 也不应该是这个礼法 你怎么能一分钱都不给我女儿 我女儿嫁点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按照法律 就算是出轨也不能精神出户 你必须分给他一部分彩礼 我吃笑一声 他离婚协议都签了 你现在跟我要钱 你做梦呢 苏和妈妈听了这话 恶狠狠地瞪了苏和一眼 你这个贱人 离婚这么大的事 都不跟家里商量 现在你弟弟 因为你要还不上欠款了 你知道吗 苏和撇嘴 在他家里 一直都是苏要组的事最大 我看热闹不怕是大 哦对了 其实我没打算离婚 是苏和主动跟我离的婚 因为他要给肚子里的孩子上户口 这孩子是江景的 必须姓江 我这话一出 苏和爸爸和妈妈气炸了 你真是疯了 这么好的人家你不要 你到底图什么 抬手就开始打苏和 苏和被打得嗷嗷叫 其余的亲戚 只是冷漠地看着 一副与他们无关的样子 打完之后 苏和妈妈看着我 裴成 虽然是我女儿犯了错 但你做的也不地道 离婚是两家人的事 你们还小 不知道原配婚姻有多重要 不如我们跟你爸妈他们谈谈 我双手抱胸 别跟我爸妈谈了 跟我律师谈吧 那让你们拿到一分钱 我都不信裴 眼瞅一分钱都拿不到 苏要组慌了 他从人群后面挤过来 你们只是离婚协议 没有领离婚证 所以不算 你必须把钱给我 我想明白了 当初你就是故意 跟我说那的厂子 靠谱让我卖房 现在我欠了这么多钱 都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还钱 在苏要组的带领下 所有人都开始 站在我门前开始闹 对啊 你们离婚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女儿是凭借 自己本事进的你公司 你说开就开 一点赔偿都不给怎么行 快还钱 这么大公司老板 连脸都不要 信不信我们去劳动局告你 还钱 还钱 这些人声音越来越大 我一点都不慌 拿起手机 给小区物业打了个电话 没多大会 一直训练有素的保安队 就跑了过来 在我明确表达了自己诉求后 保安想要把人砍出去 这群人不想出去 仗着人多 跟保安队谈了起来 我们这里是高档小区 买房的时候就说了 保安队会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业主所有安全 必要时候能出手就出手 打得严重了 物业公司得赔偿 给找律师打官司 因为工资开得高 保安队里面有不少退伍的老兵 所以保安也不惯着这群人 下手都挺狠的 半个小时后 警察来了 把这群人都给带走了 我联系了律师去警局捞保安们 并且传话给苏家人 我铁了心要跟苏和离婚 他们以后别来了 不然就不止是失业这么简单了 我传了话 苏家亲戚们也不敢招惹我 唯独苏和和苏药组一家 三天两头堵我 苏药组的场子是越出越多 他没钱就要进去坐牢 他刚开始是对我耍横 后面就开始求我 苏和则是为了江景 他骂我不人意 当初是你说给江景还钱的 所以他亲戚朋友也借了 高利贷也借了 你不给还钱 他以后怎么办 说这话时 苏和喘着粗气 他肚子很大了 脸色看起来却不好 嘴唇发紫 爱怎么办怎么办 又不是我逼着他借的 我指着苏和鼻子骂 你们两个没钱办什么婚礼 苏和梗着脖子 格外无耻 当初可是你同意 让我们两个结婚的 我们按照你的意思结了 还借了钱 你怎么能说 不管就不管 这车咕噜话说的 我都有点累了 气得我笑出声 苏和 你能不能要点脸 还我让你们两个结的 你说为了江景他妈结的 可那天江景他妈连去都没去 说到底 就是你们两个想办婚礼 呸 什么事都拿人家绝症患者 当挡箭牌 你可真够恶心的 苏和被我骂得脸都黑了 我找人把他赶出去 结果刚到公司门口 苏和开始大声说 我不近人情 有了孩子不养 还算计他近身出户 所有员工开始围观 然后 把苏和大骂我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这么一发 这个视频火了 苏和健壮 火速建立了个视频账号 停着大肚子出镜 控诉他这些年 在我这里遭受到的虐待 视频里的他 眼睛哭得都肿了 或者自己的心脏病病例 和运检报告 赔成他就不是个人 我有心脏病 他还逼我要孩子 等我怀了这么久 他又觉得这个孩子不健康 不想要了 设计我近身出户 我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希望大家帮帮忙 苏和长得漂亮 这是本身就有话题性 瞬间视频就爆了 一时间我成了重视之地 所有人都在骂我 不仅如此 很多人人肉出我的身份 找到我的公司 给我送花圈不说 还拿着横幅站在楼下 很多合作商都打开电话 纷纷要求我给个解释 刚把合作商安抚完 我父母也来了 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离婚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家里商量 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如果觉得自己抗不过去 可以去国外躲一躲 我爸给我守着公司 老两口说的我热泪盈眶 我父母一直不怎么喜欢苏和 他们一直想要的孩子 当初为了跟苏和在一起 我没少跟他们吵架 甚至还把父母 寄出了高血压 我告诉他们 我可以解决这件事 让他们不用担心 送走父母 我接到了苏和电话 他在那边很是得意 裴诚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做对了吗 你看网上那么多人骂你 只要你把钱给我打过来 我就把视频删了怎么样 我骂他 白日做梦罢你 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给你钱苏和顿了几秒 变得气急败坏 你以为我在求你吗 你知道我现在 网上多大的流量吗 好多公司都来找我带货 现在带货主播多赚钱 不用我提醒你吧 我是看在之前的情意上 跟你好生好气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不过不需要苏和间威胁无果 声音都拔高了 裴诚 我就不应该心软 我告诉你 我粉丝现在几十万 他们会给我撑腰 我和江景谦的钱 很快就能还上 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我笑了 你那些粉丝知道 你出轨的是吗 这流量怎么来的 你心里没数吗 苏和冷哼一声 就算是我夸张了点又怎么样 这件事说到底 还是你丢人 为什么我愿意 给江景生孩子 不愿意跟你生 你就没有反思过自己吗 那是因为你见 骂了我直接挂断电话 律师打电话过来 问我要不要起诉 我说不用再等等 苏和以为我要脸 不敢把他给我 戴绿帽子这件事说出去 所以才会这么久不回应 其实是我觉得 这件事传得还不够广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 既然他想让全天下人 都知道这件事 那就搞得再大一点 没几天 苏和真得开始直播带货 就在第一天 他就这么几十万 而我公司股份持续下跌 很多员工都来跟我辞职 有了这几十万 苏和又给我发消息 告诉我现在 就算我后悔也来不及了 可他不知道 我就是在等这一刻 等他名气大起来 等他合作的商家够多 这样违约金也就会翻倍 就在苏和开第二场直播的时候 我转头就把他和江景的事 发到了网上 两个人聊天记录 我也整理好了 发了之后 我花大价钱买了推广 一条视频千万播放量 舆论一瞬间反转 所有人都被苏和和江景 这么无耻的行为震惊到了 我的口碑一下子上升起来 公司也火了 那些流失的客户 也跑回来求继续合作 苏和的直播间被冲了 很多人都开始骂他 那些人像人肉我那样 把苏和和江景的信息 也扒了出来 还有江景的妈妈 一个可怜的绝症患者 本来就因为苏和家人 闹那件事转来医院 很多人查到他之后 又去医院闹 指着他鼻子问 到底是怎么 交出来的这种儿子 你想要孙子 你儿子就去找人家的老婆 你可真不够要脸的 还人名教师 怪不得你这种人 能交出来苏和这种学生 那些话越来越难听 江景妈妈在视频里哭泣 江景在一边黑着脸 把人往外推 我正看视频乐呢 苏和直接找到了我办公室 身后的秘书锦兰漫兰 也没有拦住 他走过来 想要给我一巴掌 可我早就不是那个 任由他打的男人 我握住他胳膊 这我没道 你是不是疯了 裴诚你这么做 对你有什么好处 苏和气急败坏 他脸色看起来很差 说一句话要喘半天 他瞪着我 你知不知道 你的曝光对我和江景 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冷冷地说 我知道啊 我要不知道 我能曝光吗 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苏和这件事上了新闻 听说因为这件事 那些跟他合作的商家 纷纷让他赔付违约金 当时苏和太飘了 一下子签了上百家 加起来违约金都快过一了 所以他太会这么着急 苏和一下子哭了 赔成你混蛋 我和江景哪有那么多钱 这都是你搞出来的事 你必须给我们精神损失费 我坐在沙发上 看他像是看傻子 我当初怎么会找了个 这么蠢的女人 苏和 这些话是谁教你的 是江景吧 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 出了事让你自己出来扛着 他躲在后面看热闹 我手支撑着头 你也别跟我在这里哭 这件事前因后果 你们清楚得很 你把我害得多惨 你心里清楚 我不可能给你们擦屁股 我一脸严肃 吓得苏和愣了几秒 片刻后 他忽然像是换了一个人 走过来拉住我衣服撒娇 阿诚 我知道这件事我做得不好 我也知道错了 现在该受的惩罚我也受到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我弟弟也天天找我要钱 我真的没办法支付那赔偿金 你看在我跟了你几年的份上 求你帮帮我 我保证 你给我解决完 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 我和江景消失好不好 他眼泪汪汪看着我 此时我却恶心的要死 这是硬的不行 想跟我来软的 我直接推开他 想都别想 你真以为我是冤重 你跟我那几年 要我的钱还少吗 赶紧滚吧 别逼我对一个孕妇动手 话说完 我找了几个女员工 把他请了出去 没几天苏药组来找我 他求我无果 竟然跟我动手 却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直接把他打趴下 我站着看躺在地上的他 笑道 苏药组 你们一家怎么都这么不要脸 我都跟你姐离婚了 你还天天找我要钱 你新姐夫没钱吗 苏药组呸了一声 他们两个捅出来这么大的篓子 自身都难保 那里还有钱 姐夫 你行行好 你就当做慈善了行不行 我呸了一声 开口说道 你新姐夫怎么没钱 我看他就是骗你的 我听说他准备给他妈做换肾手术 这手术起码要百八十万呢 要是没钱 他敢到处找肾员 你姐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 这钱给你甜甜窟窿都不肯 苏药组眼前一亮 从地上爬起来走了 苏药组是个欺软怕硬的魂球 从那之后 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不过我也不是不知道苏和和苏药组的消息 听说从我这里走了之后 苏药组就去找了江景 每天跟他要钱 要他一家子的精神损失费 那钱是江景用来给他妈救命的 怎么可能给苏药组 不给钱 苏药组就每天去医院闹 两个人闹到警察局好几次 最后医院也不愿意收江景妈妈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搞怕了 江景竟然把钱给了苏药组 苏药组前脚拿到钱 后脚高利贷以及大公司的律师函就找上了门 苏药组是小流氓手段 高利贷那些人是大流氓手段 江景连苏药组都遭不住 又怎么可能挨得过那些人的折腾 结果他妈还没等到渗源 就先死了 江景妈妈死了之后 江景崩溃了 他想自杀 却因为高利贷的钱没收回来 死死看着他 江景死又死不了 活也活不下去 便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了苏药身上 失手把苏药一推 推出了事 苏药流产了 因为有心脏病 所以流产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在医院抢救了三天 我到医院的时候 病房里两个人吵得正欢 苏药哭道 我变成这样都是为了给你生个孩子 你怎么能不管我 江景声音都透露着绝望 你要我怎么管你 我现在有一分钱那些人都会给我抢走 我变成这样 不也是你害的吗 你弟弟把我那些钱抢走了 逼死了我妈 如果不是你非要给我生个孩子 说要给我妈冲洗 咱俩下场怎么会这么惨 我这才知道 原来不是江景妈妈想要个孙子 是苏药自己想给江景生个孩子 苏药说 那你现在也不能不管我 医生说了 如果不用要我会死的 你必须给我拿钱治病 江景冷笑一声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 怎么可能给你交钱 咱俩 自求多福吧 随着医生江景 你个贱人 这句话 门被人拉开 看到我之后 江景愣了几秒 然后痴笑一声 你是来看热闹的 我毫无掩饰地点头 我当然是来看热闹的 总不能是来看病的 江景没说别的 垂头丧气地离开 他现在烦心是一堆 不愿意跟我起冲突 看到我以后 苏荷眼睛一亮 老公 你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 我皱眉 别乱叫 咱俩早就离婚了 苏荷此时却放软姿态 阿诚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可以只有你能救我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要这个孩子 医生说我这个孩子太大了 导致病严重了 需要很贵很贵的要来保 你能不能给我出钱治病 等我好了 我再也不跟别人暧昧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都给你这话 听来实在可笑 我没忍住笑出声 我定定地看着他 表情冷漠 苏荷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做这种梦 我陪成不可能要一个 给别人生过孩子的女人 更何况你就算痊愈了 也依旧不能给我生孩子了 我最想要的是孩子 苏荷苦苦哀求我 阿诚 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 如今我知道错了 也跟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难道不是因为爱我 才来看我的吗 我摇头 我早就不爱你了 我来这里 只是为了看你的下场 我不相信苏荷脸一白 你不爱我 你怎么会答应我 跟江景市馆要个孩子 你不爱我 怎么会给我弄那么专业的医疗团队 那么尽心尽力地保我喝 话说到一半 苏荷反应过来了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找的医疗团队 你故意这么做的 你是想 想 我想让你死 我吐出这五个字 我仍然记得 上辈子苏荷撞向大车的决绝 我还以为他多爱江景 事实上 他爱的也只是幻想中的那个江景 当触碰到两个人的利益 那些感情就烟消云散了 我没有亲眼看着苏荷去死 但我们都知道 他活不长了 江景不愿意管他 他父母更是因为苏荷祖的事 忙得焦头烂额 苏荷祖拿走的江景那些钱 简直是杯水车薪 他那个窟窿太大了 大到苏家把我这些年 给他们的东西都卖了 也不够甜 最后苏荷祖被人告了 面临坐牢的风险 苏家人又来求我 我自然是不会管的 我从医院离开的当天晚上 苏和就死了 事实上他知道 是我故意做的这件事后 还是跟我求救 我没有理睬 听说他的骨灰 他父母只是看了一眼就扔了 没有半分想要留下来的意思 后来江景也自杀过几次 都被高利贷救了回来 至于高利贷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好心 可能跟我每个月 给他们开工资有关 有的人害怕死亡 可有的人活着彼此了痛苦 我想到江景上辈子 给我带来的那些绿帽子和痛苦 我就更想让他好好活着 让他一生一世 都受着内心的折磨 解决完这些事 我带着父母出去旅游了一趟 回来后 我接受了父母给安排的相亲 上辈子我对苏和一见钟情 爱他卑微到尘埃里 觉得相亲很老土 一点都找不到真爱 这辈子才知道 父母给我介绍的有多好 他比苏和漂亮 董事是个名门闺秀 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弟弟 我们结婚后 他进了我的公司帮我管理 什么事都打理得紧紧有条 我这才明白 什么叫做门当户队 就这样过了两年 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全文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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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